我現在其實已經在東海藝術界裡面了 我今天其實就是要來挑戰 看看到底能不能夠翻轉台中 對於東海的印象 我其實來台中旅遊也蠻多次的 但其實我對東海藝術界這邊就是 等一下會作為一個外地人的角度 評價一下這邊是不是一個 專程值得來旅遊的地方 這次就是會去在Google map上面 都找不到的隱藏店家 還有平日限定的聚會活動 最後我們也會去拜訪一些年輕的藝術家 然後看他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在開始之前 如果不想錯過國內外獨特的玩法 的話記得訂閱開鈴鐺 Let's go 我想要帶Leo去一間酒吧 叫墨爾本酒吧 其實我蠻意外 因為我一直都不是講這邊很生活感的社群 對 他居然還有酒吧 聽說這邊真的蠻秀的 平常就是會有一些在地人聚集 然後偶爾也會有一些可能跳舞的團體 會一起去 是曼妙的聖姿在呼喚我嗎 進來就先跳嗎 不是 我不會跳耶 這好笑是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突然在跳舞 Leo 你到底在幹嘛 如果我被你拐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突然在跳舞連包到連包 我們真的跟別人都相反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人會在外面 因為裡面真的是太high了 就是耳朵那個瘋狂的跳招傻 所以我們就出來外面 然後先吃一點老闆娘做的甜點 跟他們自己的一些調酒 那我現在吃的這個其實是 老闆娘做的起司蛋糕 它其實味道非常的濃 然後它也沒有很 蜜也沒有很甜 他們這邊很多甜點 其實也都是老闆娘 在澳洲本來就會調的調酒 或是本來就會吃的東西 然後就把它帶到台灣 然後做給大家吃 接下來重頭戲 剛剛妹妹不會介紹 來 我就看你都會介紹 來來來 這叫crazy driver OK 老闆娘剛剛也跟我們講 這是用六種酒調在一起 要有哪六種 你喝得出來嗎 喝不出來 誰不專業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說等一下可能要問一下 先幫我咖一下 然後再說這樣 這種地方就是要點 nachos 它的沙沙調其實偏的更酸一點 但是你不會覺得說 太酸了 因為配合上酪梨 還有就是下面有 它滋滋的醬 所以吃起來真的是非常有層次 我覺得這間真的是超級酷 可以看到裡面的裝潢 真的是超級的異國感 我們其實剛剛也有跟老闆娘聊到 就是他跟他的男朋友 本來是在澳洲那邊生活 然後其實是今年五月份 左右把菜回來台灣的 他原本開店 就只是有點像是把自己的廚房開放 然後約朋友來喝喝酒 其實這在澳洲的lifestyle裡面還蠻常見的 非常的有感覺 你就可以join他們的就是 可能要一起跳舞幹嘛 對 他們禮拜六的就晚上的時候就會有一些 可能樂團表演 像什麼索克斯風啊 吉他啊 禮拜天的時候就會遇到我們今天進來的時候 遇到那個Salsa老師叫 Jana 然後聽說在台中非常的有名 算是也是蠻划算吧 就你用一杯酒的價格 然後你就可以去這邊 然後還可以就是跳舞什麼的 而且我覺得好處是你會被那個氛圍影響 然後去嘗試 對 然後在酒精的催化下就是好好的放鬆 然後大家共樂的感覺 沒錯 接著我們來到了笑聲咖啡 他的頂樓被一群藝文工作者改造成一個 舉辦展覽活動講座的空間 叫那個頂樓 這次我們就特別參加了他們說真話的活動 每個人都有機會上台分享自己的故事 是一個可以讓你暫時逃離壓力的隱藏版藝文空間 當大家聊到藝術界的時候 會說那是一個陌路的賞圈 但那是因為他們已經先入鬼族 我覺得那應該是一個賞圈 其實那個就是一塊地 然後很多人在生活 我個人蠻喜歡藝術界的 像我們現在在策劃戶外的一個行為的表演 我們選定的點就是在藝術界 其實在行為那邊很困難 他們的人流很固定 就是可能週幾就會有六狗日馬 當生活模式被定下來之後 他們是很難接受新東西的 神經紀錄一樣 創作者可能還是會很期待 或很渴望一個可能性 這個空間的理念其實就是說 我們生活都是需要暫時的逃離 不是一個消極的逃離 是一個比較積極的行動 就是如果你逃離以後 你回到生活你會有力量 我們也還在摸到底 我們要往的方向走 大家才會喜歡 沙龍這個活動也只是我們第一次版而已 可能在多半其實才會摸出一個資訊吧 剛剛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自己就蠻有感覺的 他們對於創作的理念其實很簡單 創作者如果有任何想說的話 那他們會通過一個迷戒 來傳遞出他們想要表達的東西 活動其實都有特別設計過 讓大家怎麼樣去互動 產生對話 對 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其實你可以認識到可能很不一樣的人 然後或者是你自己不是創作者 所以可以去認識這些創作者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酷 然後非常隱藏般的一個體驗 對 我現在帶來這間叫 稻葉白生活茶室 它其實就是一個品茶的地方 它完全沒有任何招牌 你確定 我們來喝看看這個 新年米其林得獎的茉莉烏龍茶 全都可以在這邊喝到米其林的東西 我遇到很濃的味道 或很濃的花香的時候 它會比較澀或比較苦 但是這個完全不會 而且會回甘 所以我現在喉童還是甜甜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聲音現在 聽起來很甜 這個太多了 老師剛剛教了我們怎麼沖泡茶葉 然後我們現在要自己做 但你不能做病 你不能偷看我的 我其實現在在做的就是文貝 然後在文貝就是先從 就是茶 呃 慈乎嘛 對 然後再倒茶中 然後再 我們第一杯要先給老師喝 老師你也喝了 好像錄香了 你們的 要用其茶坨給老師 你幫我倒在這裡好了 老師沒有要接受我的茶 我覺得好像偏淡 你時間可以再長一點 把那個花香再把它沖泡出來一點 老師還沒有喝過我的 就是人跟茶是一樣的 甜甜的 而且很剛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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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真的可以了解到這個文化跟它背後的歷史 慢慢讓這邊形成一個查文化跟豐厚內涵的一個商權特色 我們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不一樣器具 或者是互動的內容來做推廣 希望有這樣的人會因為想要了解這樣的事情而上來 雖然地方看起來沒有那麼像神祭青春或者是綠園道那麼熱鬧 但是這邊有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溫度 我們在過去去喝茶的時候其實都是比較著重在品嘗一個茶的風味 剛剛其實整個跟老師的對話還有整個體驗的過程 真的學到就是茶它本身的底蘊想要表達的文化和特質 更能夠去貼近做茶然後需要慢的這個文化 滿期待等一下就是再繼續探索一些巷弄裡面一些店家 然後了解更多這個故事 今天帶Leo來這邊真的非常特別 這邊其實是一個華裔教室叫 花瓣開生活美學館 剛剛也跟老師討論好我們今天其實就是要做一個從天而降的創作 對然後會把這個空間變得更豐富 對 剛剛其實從老師的外園裡面搬了一些植物進來 然後讓我們當作我們作品的其中一些素材 這個感覺滿好的這你擦的嗎 對這我來 他現在很驕傲 老師就會承認說來你們自己過來看 像這個就是空間感就擦得很好 他沒有這樣講好嗎 沒有他只是說該一定要滑海綿速度很快 我來這裡大概將近三年 很多人都說這裡景氣不好這裡蕭條了 可是我不覺得那所謂的蕭條欸 如果你的內心是滿腔一個熱懷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還是溫暖還是豐富 每一家他們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他所賣的商品都是他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來的 我自己可能也是這樣的頻率的人 那我就會覺得那個感覺很親切 這個地方因為他時間的求援 在這裡醞釀的底蘊 他是扎實的 我覺得可以注入一些現代年輕的元素 那我在做的這件事 希望他能夠讓年輕的人也能夠親近 所以我這邊的課程有小朋友 還有很多的社會人士 我覺得只要在這個區塊你有想法 你努力經與營交給時間 他傳達出去的時候 大家就願意將雙腳走上來 他的直接就已經是在商業上 是一個完全不用學習的事 至高的榮幸欸 在製作的那個流程就是很俐落 然後很扎實 那你的作品看起來就是俐落跟扎實 就你的內心風景就在這個畫面裡面 你這也太爆炸了 太虛了 蠻蠻可能沒有在這個空間裡面 所以沒有辦法感受到 我們在這裡的一種悠閒跟舒適的感覺 非常適合創作者在這邊進行創作 但我覺得這種氛圍其實也是來自於這邊人的溫度 他並沒有辦法透過規劃來創造的 待在這邊的人他們是怎麼樣 那這個社區就會是怎麼樣 所以不管是這個空間也好 或者是你在藝術街附近的這些地方晃晃也好 你真的會有很不一樣的感受 你帶我來的地方沒有一個不是文藝的地方 你帶我來的地方沒有一個不是文藝的地方 五號書房 哇 真的很不一樣 書箱 我覺得這邊的氛圍真的很像走進時光屋的感覺嗎 但是它又有一些最近的懸殊 你在這種店你真的會發現很多你平常在書店看不到的東西 然後就好像真的會延伸你的世界觀 好像真的是在尋寶或探索的感覺 這是一個藝術家 他叫張草偉 他平常的作品就是會把底片做裁剪 然後把它做成像標本的方式 然後做成一個畫畫畫在上面 這老闆一定有在玩底片 這間書店就有點像是我 大腦裡面裝的東西 我喜歡什麼東西就往裡面塞 因為我一定要把它特別佈置成什麼樣的一個風格 怎麼在這邊生活它就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樣子 經營書店在任何地方都不容易 因為消費行為其實現在都改變了 我的客人願意賣什麼樣的書給我接受 那我能夠盡量幫他找到下個主人 這其實就是我們的任務 當一個書店老闆 某種程度他更能夠窺探顧客來的時候 他們是什麼樣的評論或是什麼樣的個性 可能會從他的選手去指導 這一家店會特別讓我感覺到 這裡的每個店家其實都算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的感覺 就是雖然在外面的社區沒有那麼的繁榮 可是當那些連鎖店都離開了之後 你進到這些店家 你還是可以發現這裡面其實有非常豐沛的生命力 而且其實也沒有像大家想像的這麼的排外 他們也都是蠻歡迎大家來認識他們的 然後其實老闆也很好聊 這個就是我們頻道一直在說不跟風玩法的感覺 真的是很有趣的探索方式 你真的必須要走進去 你才有可能發現這樣子一個地方 我現在帶Ryu來的這間是聽說甜點超厲害的一個咖啡廳 他就時間走 這個起司蛋糕它應該是重乳酪的 但是就不會感覺到很重很重的奶香 我這次點其實是一個檸檬糖 它餅皮非常的脆就是很像餅乾 它的口味其實有一點點偏酸 可是它又會跟餅乾的部分做融合 所以我覺得其實吃起來是非常順口的 那我們現在就邊吃甜點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兩天下來的一些心得 還有我們這次的挑戰到底算不算成功 我是真的覺得有 那如果真的看不出來的話 那就是剪輯師的問題這樣子 好 我不拍了 蠻開心可以來這邊拍 因為Spice其實一直主打就是不跟風的旅遊方式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很對於我們的菜 沒有什麼人又很安靜 但我又很怕說你這樣拍完之後人又很多 但我也希望說如果真的人很多帶進來 也會有更多讓這邊真的也形成一個聚入 藝術家也會更願意就是進駐 那最後就是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 然後分享給你台中的朋友 或是會來台中的朋友 對 拉粉們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這次的旅行有沒有翻轉你對洞海的印象 沒錯 那如果要找獨特住宿的話 可以上Spice.travel 那我們的App已經更新了 所以拉粉趕快去更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可怕 好可怕